那一種雖然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我們要領導全世界 來克服這個最可怕的疾病 因為這個人口老化會跟著增加 那台灣呢 台灣三十幾年來都是第一道死因 而且你如果看這十個 十大的癌症的話 其實是很可怕的 那我們剛好發現 這個有一個特殊的糖分子 在15種癌的細胞上 那它的這個分子 正常細胞是沒有的 不只在癌細胞上面 在癌的幹細胞 就是它的根源也有這個糖分子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發現 那這個在科學上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我個人受到很多的榮譽 也都是因為這個發現 以及加上化學上面 在化學上 我也是第一個發展出 糖分子自動化合成的科學家 那在過去核霜蛋白質都有了 只有糖分子做不出來 所以在1999年第一次發表 這個糖分子的自動化合成 也是第一次讓這個糖分子 能夠量產才有辦法進入 臨床試驗 進入量產變成產品 甚至糖蛋白 過去的糖蛋白也是沒有辦法 做到單一純化的程度 我也是第一位的科學家做到這個 那這個衍生的應用價值是蠻多的 從檢測到藥物到這個疫苗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疫苗 所以疫苗的一個最先決的條件 就是你用的抗原一定要是外來的 不是自己的 假如是自己的細胞上有的話 你產生的抗體就會對付自己的細胞 那我們叫做自體免疫反應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 裂鋒是性關節炎 糖尿病 甚至這個紅斑性狼腸 很多很多這一些自體免疫 就是你的免疫系統出的問題 打擊自己的